所有不义或从谋过来的事 你才能够辨明属神的 属情义的 属世界 属灵的 兵器要谋量啊 我有一次到一个国家 他们刚好那个国家那一个区有十几间的教会 那十几间的教会当中啊 参加的有他们的执事负责人 还有各宗教教育干部 或者他们的一些专业的安排 很多人 我结果问他们啊 信主有的已经很久了 那我问他们说 圣经看过五遍的举手 从创世纪很认真看到那个启示录的 没有 圣经看过三遍的举手也没有 圣经看过一遍的举手也没有 圣经看过半遍的 他们都认住了什么是半遍 我说 旧约圣经看完了叫半遍 新约圣经看完了叫半遍的举手 才有一些人举手 我说圣经看过一遍的举手 也有很多人举手 还有人没有举手 我很稀奇 为什么 犹大书只有一张 就是一件 欧巴迪亚书也是一张 就一件 也没有看过 难怪 很弱 事奉很弱 兵器炖了 那个圣经 你越看都变 每干一致一变 你的兵器越亮 你会越来越看清楚 魔鬼的工作 会分辨这个人的动机 这个魔鬼的事情 会很清楚 因为圣经可以对照 圣灵可以帮助我们显明 了解体验 再来战术的装备 圣经里面有谈到很多方法 比如说这些以前的百姓 要拿兵器跟人家上战场 要准备打 以前的打仗 跟我们现在不一样 现在是按钮核子弹就会 以前的打仗是 排好架势 然后冲啊冲啊 就这样 最后看一下 哪一边的人活得比较多 他就是赢 然后少的人就跑了 就追了 我看大概是这样 没有很特别 没有枪嘛 没有炸弹 没有什么 所以就有刀 有盾 有锚 大概就这种 还有弓箭 所以你必须要摆正 然后再来冲啊 所以这个战术也是很特别 你要选择地形 有的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救罗德 他就利用晚上去攻 结果他打败四个国王的军队 你看厉害不厉害 战术很厉害 所以啊 圣经的道理了解 我们里面的方法很多 那个方法就是教导我们 怎么跟魔鬼打战 怎么战胜他 怎么战胜自己 怎么战胜软弱 怎么战胜弥惑 怎么战胜 所有一切一切的不义 战胜黑暗 战胜罪恶 讲得很清楚耶 有些就是不了解 所以他不懂的战术 魔鬼稍微转一下 掉狐狸山之际 他就中计了 可惜啊 战术不明白啊 或者用美人计啊 所以有时候人长得太帅 战胜太漂亮也麻烦了 有男人计有美人计啊 所以长得比较安全 或者长得比较抱歉一点 或者长得比较原始一点 就会比较安全一点 减少这方面的那个烦恼 才不会这个 什么英雄难过美人观啊 还是美女难过什么 那个我就不知道 这个战术啊 装备很重要啊 那经文在历代字上 十二章里面都有 大家再慢慢看 再来是智慧的装备 这智慧的装备很重要耶 大卫在建立那个国家 以色列他做国王以后 我们发现 他到首路蒙王 也做国王的时候 当中运用了两百个组长 通打实务 相当有智慧的人 两百个耶 你看他要领导 两百个小团体耶 然后结合成一个 以色列的一个国家 所以他兵力相当强哦 国家到处都是打仗打赢耶 用两百个有智慧的组长耶 你用两百个笨蛋 完蛋了 所谓的笨蛋就是 根本治理自己都不行了 还要用它 尤其教会的工作人员 这个团体干部教委呢 或什么 他自己都有问题了 自己都不懂得 要怎么样成长 侍奉 你用他 你看看 他如果带领三十个人 那三十个人 如果被他带领一年 看还有几个是那个 出于你而不然的那一种人 还有几个 你自己看一看 你看看 要有智慧的装备耶 智慧我们可以从神的道理去学 要来给我们成长 在事后上 第五点 装备 品德上的装备 通常神要同工的一个人 他必须要在品德上 要圣洁 个性不好也很麻烦 行为不好更麻烦 所以在台湾 这个神学生 长老只是要按立 现在相当严格 尤其神学生要念神学院 我跟各位讲 经过五关 第一关 教会职务会通过 在谈的时候 你的好坏 他们都谈了 第二关 是 这个 教区的传道者联续会 我们一个教区传道十多个 再加上五个 区负责人会 的五个教区的 领导者那个会 区负责人会 有五个 这个长职传道 所以有这十几个人 去审查这个神学生 有的传道负担过 那个教会 所以他的过去从小 有的知道 那现在的传道也介绍 所以他的好坏 个性品的 全部讲 好像扒皮 很耐扒的 从你小到大 全部谈 第二关 第三关 总会 负责人会 的常务会 他们审查以后 才制定名单 这是第三关 制定名单 送到什么呢 全台湾 全国 一百多个传道 加上总会 负责人会 二十一个人 一起审查 有的他在乡下 很乖 但是他在都市 念书工作的时候 怎么乖 我们不知道 不知道 结果在都市的教会 长子知道他的 就讲出来 第四关 八匹 所以如果你不好 全台湾知道 不是那种 有了就好了 有人愿意献就好了 这个 这样不大稳 而且我们在审查的当中 最注意的是个性跟品德 不管你是博士毕业 还是以个性品德先审查 外在的条件不是很绝对 你看神选招十二个使徒 余夫占就占四个来 还有税吏 品德个性很重要 为什么 将来神要同工 跟品德圣洁 有很大关系 神的能力 要装在这个祭民里面 很重要 最后第五关 就是被审查通过 没有被刷掉的 那就是要送到神学院考试 考试通过 你才能进去念 神学院 不通过 没有 五关 案例长老执事也是很严 长老执事的话是 一二三三关 所以你如果不好 全台湾将近三百间教会都知道你 不是就这个教会知道你 很严格 因为 尤其是从个性品德上面 来去做这样的事情 审查 侍奉的装备 五点 如果真的能够具备 他的最后的结论 你就会得着 属灵的品德 得着属灵的智慧 得着属灵的能力 这个就是我们常常在讲的 要常常得到 要建立得到 从神那边的 灵德灵智灵力 这样才会有 不然真的会造成 这个教会或信徒的困扰 会增加信徒的苦害 重担 那不是我们原来的这种 侍奉的目的 那谈到这里 跟大家讲这个 侍奉的生活 应该有的认知 和学习 侍奉简单说起来 很简单就是指着教会 家庭还有个人 个人就包括到在社会的工作 那会影响家庭的这种侍奉 就是他的工作 跟家庭的环境 那会影响个人的话 就是情绪 跟他的个人的程度 各方面的程度 那再来就是教会的 侍奉啊 就是指着一般的 圣公的胡适 所以这三个地方 结合起来 我们就叫做 侍奉神的生活了 因为侍奉神的生活 离不开这三方面 那这三方面 要怎么样来去调配他呢 那个人跟教会之间 家庭里面 一定要注重 祷告的灵修生活 还有你的社会工作 你也是要祷告啊 求神给你安排好的工作啊 环境啊 可以聚会 做圣公啊 这个要祷告啊 再来就是 个人啊 跟教会家庭啊 第二个重要因素就是 真理 一定要用真理来生活 你才有办法行得通 那再来就是 个人跟教会之间 跟家庭之间 第三个要谈的就是 你要懂得会管理跟安排 你要管理你善 你现有的时间啊 你要安排你应该怎么做啊 你只顾虑一个事业 那你是走向这世界啊 将来神要算账的时候 怎么算啊 所以这有三方面的生活 所以我们从这三个角度 去探讨的时候 我们发现应该要有的认知 跟学习是什么呢 跟大家提醒有五点 第一点 侍奉的生活 应该是一个成长的环境生活 他包括我们刚刚谈的那几项 第二点 侍奉的生活是一种学习 服侍主的生活 服侍主哦 不是一直要命令别人来服侍自己哦 第三点 侍奉的生活是一种有归属感的生活 归属在神的里面 归属在教会里面 归属在真理里面 一定要有这种归属感 第四点 侍奉的生活是一种有生命共同体的生活 在教会在家庭 不是一个人的生活 而是有很多人跟你一起生活 所以你要有一种生命共同体侍奉的生活 所以我们的讲话行为做事 一定要留意 还有别人跟我们一起生活 一起做事 一起服侍主 也要替别人着想 不单单顾自己的事 也要顾别人的事 这也是一种爱心的生活 那第五点 侍奉的生活是一种 由祷告见证的生活 所有的侍奉 一定要出自于在灵里面的神的带领 自然就会活出有见证的生活 那最后就谈这个事奉的好处 事奉神很好 有不好的吗 真的事奉神很好 事奉的生活不错 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二章 约翰福音的十二章 十二章的二十六节 十二章二十六节 二十六节 一起来读啊 北开始 若有人服侍我 就当跟从我 我在哪里 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 若有人服侍我 我父必尊重他 这里讲得很清楚哦 主耶稣说要服侍 侍奉我的人 应当要跟从我呢 到任何世界各个角落要跟从 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 也要在那里 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 我父就是神必尊重这样的人 以利不尊重神 所以神派神人 这个神的人啊 死者去跟他说 你的家以后都不会出现老人 甚至全部灭亡 因为原因不尊重神 所以你看我们服侍神 侍奉的生活 神会尊重我们耶 如果我们来到一个地方 哎呀大家很客气招待 哇做得很好 那我们就感受到 哎我们被尊重 不好意思我们算什么 大家很有心 那种被尊重的感觉很好 那我们一样也会尊重人耶 同样的 我们这样服侍神 侍奉神 得到神尊重我们不得了耶 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 胜过世界任何国家的总统 要不要努力得啊 应该要 约翰福音 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的 十四章 十四章的十五节 十五节一起来读一辈 开始 你们若爱我 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在这里 主耶稣直接回答 你们如果爱我就要遵守我的命令 爱主就是一种服侍侍奉的生活 任何时候任何事情 一定要核对圣经 爱遵守主的圣经的真理 就是爱主的表现 我们再来跳看二十三节 二十三节耶稣回答说 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 我父也必爱他 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 二十节 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 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 乃是拆我来的父的道 这里讲啊 遵守神的道啊 就是爱主啊 不遵守就不爱主啊 这一次只不过 主耶稣在这里讲 是亲自证明十五节的那个重要 我们再来看这个 哥林多前书十六章 哥林多前书十六章 十六章的二十二节 一起来读二十二节 预备开始 若有人不爱主 这人可奏 可主可奏 主必要来 这里说如果有人不爱主啊 就是不 不侍奉主 不服侍主 心中没有爱 这个人神要奏主耶 他后面特别谈到说 主必要来 主耶稣第一次来 是以救世主的身份 拯救世上的人 他成为实价救恩的 代罪羔羊 所以我们有机会 受洗罪的赦免 但是这里讲的 主必要来 是他第二次来 不是以救世主的身份来 而是以审判主的身份来 审判世人 审判我们 审判这一切世界 然后世界毁灭 接那些经过审判 可以得救人到他荣耀的天国 所以这里讲不爱主 都不好好侍奉 服侍的 就要接受了 所以最后的结论 就是一个良好的侍奉 是我们要努力学的 然后要借着真理 祷告 做圣公服侍 来完成这个献祭的工作 我们称作良好的侍奉 我再说一次 良好的侍奉 工作精神 就是要借着真理的 学习明白成长 和祷告体会圣灵的能力 并且一切服侍 神的圣公里面 来完成献祭的工作 这样听明白了 我已经讲两次 万一如果 大家肯愿意 朝这方面努力 真的每一个人都会体会到 这样的感受 熬姐会越胡适 越甘甜 那种感受会非常非常的快乐 很舒服 当然圣经里面有谈到 如果在侍奉上的装备 没有装备好 有很多经据表明 你会心会冷淡 因为你没有装备好 甚至你会成为一个无用的器皿 甚至会成为没有力量 甚至你会失去神给你的工具武器 就是圣灵跟真理 你看那个换错的 神的灵离开 很麻烦 讲道没有力 甚至 周圣公没有力 甚至要分辨 是会善恶 迷迷糊糊 像那个扫罗王 他被选出来的时候 是一个以色列当中 万人当中最好的 所以他被选为国王 但是他有一次违背神的命令 神的灵圣经记载 离开他 他就糊里糊涂了 魔鬼进来 他不能控制 但是就记恨 嫉妒 就要去杀大卫 大卫是神选高的第二个国王 他怎么可以这样追杀 所以神保护大卫 不把大卫交在他的手中 他被魔鬼占据 所以他离开了 原来神选到他一个很好的表现 所以失去了工具 工具很麻烦 在和西阿树里头谈到 如果没有事后的装备会失去神给你 神要用我们的功用 你这个人就没有那个功用了 再来诗世纪谈到失去了能力 那耶利米苏谈到 这样的人没有事后的装备 就被神拒绝了 神不要 后来扫罗被拒绝了 扫罗王 全家后来都死了 在撒木尔记上 三十一章的 三十一章的这个 最后一章就看到 他们全家死在战场 还有撒木尔记下 第一章也看到 所以事奉是不是 从圣经里面探讨 很重要啊 所以我很诚恳地跟大家分享 愿神祝福大家 那因为我们中间没有休息 那我看到大家精神不错 好像我也精神不错 所以没有遵循大家的意见 然后我们中间没有休息 所以我们现在就提早七分钟休息 因为剩下七分钟就十二点 所以我想这样也可以了 这个座位一点 弥补了 我们一起来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